这个事呢不是现在的事 它呢是古代的事 古代日本 那人说那古代日本什么样呢 这个叫义冠唐制度 礼乐汉君臣 就是说义冠呢是唐代的 礼是汉代的 在发达国家当中呢 受中国影响最多的就是日本 特别是唐代 那对日本的影响特别大 比如说吧 这个齿吧 这齿吧就是这个当年 传到日本的 在中国失传了 这个声音就是大唐亚印 这个不单单是齿吧 传到了日本 乐器呀好多都传到了日本 琵琶 还有呢建真大和尚东渡 传佛法到日本 不但传去了佛法 还传去了豆腐 建真大和尚也叫大律师 这有人说了 这建真难道是在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吗 怎么叫律师啊 其实啊建真修的是律中 后来有一位有名的大和尚叫红衣法师 那那也是律中 还有茶叶呀各种衣食住行很多东西传到了日本 今天别的不说要说一副铠甲叫明光铠 这个明光铠是什么样呢 到寺庙你看到四大天王穿的那就是明光铠 当然不是刘德华了 过府城 这个明光铠呢真是光闪闪明亮亮 甚甚必人自寒 当时唐朝有钱呢 与林军几万人都穿着明光铠 这制造一副铁甲呢 需要一年 修了一副铁甲呢 都需要这个四十多名的那个工人 价格昂贵 这个呢 在日在长安城啊 有很多日本留学生和留学生 就是这个是生人和学生 也有做官的 有一位叫阿贝众马吕 汉门名字叫曹衡 看见这铠甲真漂亮啊 这恳求大唐皇帝唐玄宗 能不能带一副铠甲回到日本通营啊 当时大唐盛世啊 大唐皇帝怎么会在乎一副铠甲呢 好好了 赐予朝清假吧 这曹衡小心翼翼带着这铠甲回到日本 当时啊 他好朋友 曹衡的朋友李白 打诗人啊 做了一首诗 叫日本朝清慈底渡 争翻一片绕澎湖 明月不归沉碧海 薄云丑舍满苍乌 没有想到啊 四条船在海上遇难 不过在这个曹衡啊 他没死 他回去了 回到长安了 这叫无巧不成书 这副铠甲呢 就刚好 这个放到另外一条船上了 就飘洋过海来到东营 可是呢 这不得了了 听说这光明凯到了日本 那当时的天皇王公贵奏 都想一睹这个明光凯的风采 那迎接这副铠甲呀 那是黄沙电道 净水泼街 迎回来呢 就放到哪了呢 奈良的东大寺 一直到了日本 战国时期 大家都知道这个 知田信长 封臣秀几义 德川家康 这副铠甲呢 落到了这个知田信长的手来 一直放到京都的本能寺的里边 明治光秀 作为知田信长的家臣叛乱 一把大火烧了本能寺 知田信长也被害遇难 这铠甲呢 也烧得乌其妈黑 竟剩些铁片了 后来呢 这副铠甲 落到了德川家康手来 一直传了十四代将军 德川庆喜 这个时候呢 日本名字为姓 大权回到天皇手里 这个呢 也叫大政环朝 这个铠甲呢 就落到了皇室 当然呢 已经的一堆碎片了 因为呢 想做一把纪念铁壶 于是就请来了 当时的很多的著名的匠人 参与社稷 有当时的龙文堂堂主 安之介 龟文堂堂主 波多野正平 金兽堂堂主 与公中兵卫 光玉堂堂主 左腾提 大郭寿郎 秦章六 五郎 三郎 中川敬夷 还有金公大师 加纳下雄 正阿弥圣意 后腾一秤 海野圣民 这把胡用的是四腊法 胡申是金银镶嵌 有高肉镶嵌 平镶嵌 木布镶嵌 当然还有铜镶嵌 有宣德铜 黄铜 青铜 赤铜 班子铜 四分一铜 正面是亭台楼阁 花草树木 好似蓬莱仙境一般 后面是垂柱转志 一行行 一列列 有阴客 有阳客 喝的是一首好词 又何则 又押韵 又有本 又有眼 用的是怀来则 看着你都想唱 上面写道 你是我 心中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 把你留下来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云彩 让我心里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悬的民族风 让爱撑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原材 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悬的民族风 你是两年裂 我追没有在此的 永远都唱着最美的原材 永远都唱着最美的云彩 缪他们在住 她现在你想要看 去开心 一定要记忍 愿者 幸好 至